大家好,现在已经进入11月 那么在11月我们养护君子兰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做好这四件事 这样呢,才能让你的君子兰呢,长得更加的旺盛 而且它后期更容易抽剑开花 那么是要做好哪四件事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一定不要急于移入室内 一定要给它进行一个低温处理 只要温度不低于5度 我们都可以把它放在室外养护 这样的话,对它后期的抽剑和开花是非常有利的 第二个就是,浇水的问题 这个时候呢,盆土一定不能够缺水 如果盆土过于干燥会影响它叶芽和花芽的生长和发育 可能很容易导致它出现一个夹剑的现象 我们最好就是大概呢,三五天给你的君子兰浇一次水 而且一定要选择在早上气温相对比较高的情况下浇水 浇水呢,完全的浇透是有利于它的花剑的生长的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用肥的问题 这个时候的肥只要用对用足了 那么它是很容易抽剑开花的 那么怎么用肥呢? 首先我们可以给它在盆土里面呢,埋上一点这种固体的有机肥 最好就是以有机肥为主,可以用上一些发酵复苏好的鸡粪 如果有羊粪也可以 那么鸡粪的话呢,它的肥呢相对比较足一点 它的蛋铃甲的含量相对比较高一点 所以呢,大家可以选择用鸡粪,不过羊粪也是不错的 然后呢,给它在盆土旁边呢,挖一圈小钩 然后将它这个鸡粪埋进去就可以了 埋上一圈 埋的时候要注意啊,不能够靠近这个君子兰的根系 最好就是在盆边埋 然后每个月呢,埋一次这个鸡粪 埋上鸡粪的同时呢,我们还要适当的给它喷湿一点这个铃甲肥,触花肥 那么铃甲肥的话,我们可以选择用花多多2号这一类的高铃甲肥 然后稀释1000倍给它进行喷湿 大概7到10天喷湿一次就可以了 喷湿的同时要注意不能够让这个肥液流入到夜心里面 一定要保证环境的通风透气 这就是第三件大家要做好的事 第四个是什么呢,就是要防治这个病虫害 特别是一些病害 这个时期虽然说蜘蛛不容易感染这个病害 但是我们还是要做一定的这个预防 可以给蜘蛛加一层保护 那么我们可以呢,给它大概喷湿一次这个带生猛性这种杀菌剂就可以了 11月份大家做好的这四件事 那么你的这个君子蓝就更容易抽剑开花 这个花剑呢就能够春春串了 好了,今天就分享这里,我们下期再见